Safi Brian 話說我近期留意到很多官堂的後巷 都有很多很大幅的Gravity 拍照一定很好看 Gravity?引力邊緣? 不是落了很久嗎? Gravity 肥佬有沒有新鏡借來試試? 咦?怎麼他們會知道我借了Sigma 最新的17mm F4 DGDN Contemporary 23mm F1.4 DCDN Contemporary 還有50mm F2 DGDN Contemporary 明明創方今天才公佈 其實我剛巧借了三支鏡回來 不過三支鏡都不同玩法 很難一起玩 難玩?難玩就分一玩 咦?那我呢? 出去拍照之前先和大家快速看看SPEC 全片幅的17mm F4 DGDN Contemporary 有8組9片光學結構 E-mount版本就只是重220g 不過因為它屬於i-series鏡頭 所以細枝得來都是全金屬鏡身 還有一個磁石鏡頭蓋 而Mount頭都有防塵防撥的設計 叫做有少許防水功能 它的建議零售價是港幣4960元 我們就回到觀塘母親的壞譜 觀塘出名人多車多 不過出名到政府要在2015年 啟動後巷計劃 就知道這個母親真的不是開玩笑 計劃原意是吸引更多人用後巷 去書湖附近主要行人路 在繁忙時段的擠塞情況 不過現在看起來就 似圍織多些 但謝飛為何你會叫這裡做觀塘後巷圍織呢? 因為那些Grafetti 很多年前我都看著它畫的 但因為這些業權 本身就是大廈自己本身的 有些桃鴉就沒有了 有些就還在 所以我們現在看看 過了這麼多年之後 這些桃鴉就變成怎樣了 即我們要找它們出來 找它們出來 再發掘回 其實在這些橫階窄巷 這麼窄的環境 用17mm這麼闊的視角 拍這些風景其實都很適合 先看看我們最期待的17F4D GDN 在畫面大部分地方的解像力都很理想 只是去到最邊緣的位置 才見到一點點鬆散 它都給予i-Series鏡頭一貫的質素 由於這支鏡頭是強制開啟了數碼修正 所以變形暗角都不多見到 看看HANA的白色衣服 色散現象都看起來不多角眼 稍微收到一個電子接觸 你就可以看到原本的樣子 其實有點軟軟 這類不是Arts系列的鏡頭 都很正常 Jafir 主力試這支17mm 你覺得它的光質質如何 我覺得其實我打算這支鏡的尺寸 真的像是API-C的鏡頭 其實真的相似 沒想過是Full Frame 超廣角 畫質方面我覺得是OK 滿意 去到最邊皮位未必是不收光圈就可以去到最Sharp 但收光圈是OK的 但Sharp的範圍都很大面積 變形的那些你預算不是Arts Series的話 你要開小修正 但開完之後都完全沒有問題 是可以用到的 現在來說你很少看到ultra wide的鏡頭 有這麼細緻 原廠就變成Sony那些 你就可以配A7C那些就非常適合 加起來最新的ZV-E1 就是完全適合 當然你可能會嫌它的光圈小一點 但輕便我覺得這支是主要賣點 對 其實看這麼多間廠 都很少現在做一些超廣角鏡 又不是大光圈 全部都做一點多光圈 但就變成很大支 對 整支超廣角鏡頭又夠輕便 我拿出去拍一下風景 上山那些都輕鬆 都有一個選擇 光圈不大 但細支和質素有差不多 見到謝飛肥佬對17mm讚不絕口 都知道多麼好用 不過鏡頭以外的刀山 其實一見到17mm都愛不釋手 謝飛和肥佬就拿了這支鏡頭出街玩 但其實拍影片來說 我就覺得有一個用途非常好用 就是我用來拍示範單位 這支鏡頭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因為細支 所以我上去Gimbal的時候 其實都很容易設定 而且因為它短 所以角度上就不會有限制 不會困到Gimbal 另外它的畫質也非常理想 因為它有機身修正 即適合暗角 以及變形的 所以畫面真的很工整 又不會有暗了 要調整 我最後是要成像 你多給我就可以 去到同樣是全片幅i-Series的 50mm F2 DGDN Contemporary 有9組11片光學結構 E-MART版本重345g MART也是有防塵防潑的設計 建議零售價是港幣5500元 今年真的試了很多50mm 終於試了這支50mm F2 那拍些什麼呢 那當然是拍人 至於50mm F2 雖然對手非常多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感 但在這幾支鏡頭裡 它偏偏是質素最好 中間Sharp也不止 去到最邊位都還能看到一些細節 而且就算我用Lightrom開它的RAW 特意關掉一些修正 暗角變形和色散都不算很明顯 只是去到散景的部分 才看到有一點焦外成像的色散 至於這支50mm i-Series 我覺得有點怪怪 你又覺得怎樣 其實官方自己跟我們說 這支鏡頭都知道非常多對手 原廠都不止有六、七支 再加上其他 它自己又有一支50.4 剛剛推出了 現在又推出了一支50mm F2 但是它知道多對手都要推出 也有一個原因 因為它說 這支鏡頭的成像是比得上50.4mm DGDN 這麼厲害? 它說是比得上的 再加上其重量比50.4mm 那支鏡頭是輕了差不多一半 當然了 它的細節是多了 所以它輕巧得來又有上質素的選擇 你自己覺得怎樣 我自己覺得 如果真的用E-mount鏡頭來比 它確實有一點 很難跟原廠的六、七支競爭 因為人家便宜又便宜過它 貴又貴過它 但是呢 就是兩樣 第一就是它撞闊i-series 因為i-series沒有50mm這個焦距 因為有些朋友 可能醃距之前出現的是45mm 或者65mm 焦距也是怪怪的 可能喜歡一些比較正常的焦距 正宗一點 50mm就是50mm 有些人喜歡 你少一點或者多一點都不行 我就是要50mm 這支就對了 當然了 還有一件事 它有L-mount 哦 它的選擇沒有那麼多 有些突破盲腸 這件事 我們可能有很多人用E-mount 或者其他M-mount 就沒有想過 L-mount其實也有在這裏 是啊 所以它怎樣也要出這支 嗯 最後就是APS-C的 23mm F1.4 DC DN Contemporary 有10組13片光學結構 重340g 同樣M-mount都是有防塵防闊的設計 建議零售價就是4050元 接著又輪到這支 23mm F1.4 因為它是APS的規格 我特意選了A7R4 這部高界像的機器 用Code Mode去試 由於它的等效焦距 大概是35mm 都是街拍常見的焦距 所以很適合影建築物 當然因為它有F1.4 所以影人像都很適用 至於這支23mm 光學質素真的非常好 反而我自己就比較在意 這個焦距 在APS機上 它的淺景深的效果是怎樣 可以看到 大頭的時候 淺景深是非常之強的 哈蘭對焦 對頭髮的時候 其實它的眼睛已經開始有少少 這支焦距 用的時候 都要有少少留意 因為你拍大頭的話 就很容易出現 但是去到半身的時候 它的淺景深 我覺得它的效果是剛剛好 這個情況 我覺得盡量開光圈 都沒有問題 反而這支鏡頭 跟它一貫的其他鏡頭一樣 本身的反差比較大 如果拍人像的話 亦都要留意這件事 可能要在機身或拍摩 調低一點反差 會更加好 謝啡 我都說有Gravity 看見到嗎 我都說有的 雖然我想拍Gravity 我自己最深印象就是23mm 因為我自己喜歡拍人像 其實拍攝景很歪的 就不太適合我 而且它23mm這支鏡 拍出來的 contrast比較大 我覺得挺有趣 跟平時拍的人像的鏡頭有點不同 27mm就不太適合平時用的 但它這支鏡頭真的很小很輕 這支鏡頭很薄 這支鏡頭很薄 拍光是ok的 拍光是ok的 因為拍到人很小的 但我的頭很小 但我的手臂很緊張 整條那些 走出來 對 整條什麼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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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整條手臂真的很長 拍到它 16mm 30mm 以及56mm 那三支 成員之一 這是新成員 而事實上 可能很多朋友會覺得 16mm 又太廣闊 30mm 又太便宜 這支等效於35mm 23mm 可能很多朋友都會適合 而且這支鏡頭 本身都細支 那支16mm 所以我覺得 這次加入Series 其實對於很多朋友來說 是一個好的消息 是的 其實那支DCDN 都很受歡迎 是的 我自己在家裡玩富士 在家裡玩 在公司玩不同牌子 其實我自己也有一支Sigma 已經是50.4 相信很多師兄在用 但是如果加上這支23.4的話 我相信可以又再完善 我們這個Xmine系統 定焦系列的鏡頭 有時有些CN覺得 原廠的那支23.4 覺得有少少貴的話 這支定價4千多元 可能買到街上的話 有些Discount也未頂 價錢和性價比 又會再吸引一點 因為這支16mm 我曾經擁有過 我覺得大支就是 如果給我 我就會選這支 如果我拿三支出街 真的輕鬆 這支23mm 加支30mm 再加支56mm 那就爽了 是的 買吧 OK